到了7月份就是吃这个当做食菇的季节 最近在网上有很多查到很多视频 吃了一个煎熟鲜 吃了一个抓熟鲜 我也想去看一把 导演就介绍了一间食菇的餐厅 它有两三间分店 而且都是在郊区 不过很特别的就是这两三间分店 有分数高的 评分又低 评分又高的 我们就选一间评分高一点的 去试一试它 是吗? 好不好吃? 不知道 突然间人家就说我们充值了 吃那些分店的东西 并吃的 并吃的 什么教贵 什么教贵 一个讯息就是 现在7月初就贵点 7月底便便宜 贵这家东西 对于我来说没有压力 嘉昇来说有点压力 我们两百多元那一串串都吃了 有什么菇吃不起 待会放一只鸡 再放一些菇 这口汤 哇 正啊 程度都OK的 没有中间 一直坐下来 哇 坐这个车好上口 来到了 这里的环境 就不算十分之好的 大区了 坐在三位 一来到 哇 这只鸡 这个是 全部新鸡的 你可以好吗 你吃什么呀? 你就做了八甲 或者鸡 整份有些靓菌 你可以减些靓菌 超好吃 特别是炒饭 必要的 我跟你说 炒饭一定要吃 超好吃 你整天在这里吃 是啊 我打着我爸爸妈妈 整天来 我老爸最喜欢我妈最喜欢吃 我今天在港湯 开一个多钟头的车 回去吃 我也是 很厉害 你看我老爸80岁 吃到你吃了 加上这些菌 怎么说呢 是新鲜问题 空云 好像今早上来了 直接的 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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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新鲜 超新鲜好吃 红葱白葱 就是你们听到的 建手间 什么家庭 建手间 建手间 一百元半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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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半份 这么贵 我拿回来很贵 是不是特别基金 是啊 而且今年的建手间 被人炒的 你知不知道我网上 很多人说建手间 炒至比网上昂贵 炒到比网上昂贵 炒至比网上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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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有得吃粉 這個時候開始 到什麼時候結束 到了11月份就慢慢慢慢就少了 這兩三個月都有很多粉 最遲的下個月有很多毛膽粉 每個月都有不同的粉 價錢就29元 30多到60多不特 市場都要買 你就不要來這裡 市場買的就不要點了 要點野生的 市場買不到的 現在我們點的三個月 是不是吃不到的 吃不到的 牛肝蝠 蝦蝠蝠 蝦蝠蝠 蝦蝠蝠蝠 蝦蝠蝠 蝦蝠蝠 這些都是這樣 現在當做成什麼 這個不是 1月3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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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介紹 你什麼時候來都有的 其實都是這樣 滷蝦蝦蝠蝢 切tha 現在ten野生就 希望誰也吃 overtime 任何要進台 這是西福蝦蝦蝦蝦 這是胡蝦蝦蝦蝦 都是牛蘭 這個的是甚麼湯袋 這個湯帶 部的油 интересlove 這是黑牛肝 黑牛肝 都是屬意見守 pharmacies Da my eye 都是食肥 都是胡蝦 search 裙子只够15分钟才能吃 我偷吃了会怎样不够15分钟 我说发生什么我不负责任 又好像真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般的人都不是用自己的身体开舌 我制你都不制 要留给我 还没试过拍摄这么多导演 你先吃吧 送点吧 先做一副啦 好吃的就留下不好吃的散意见 熟了是吧 各位送点 先做一副啦 好脆 是吗 我吃这个好脆 它吃完之后 第一口是滑嫩脆的 有点回甘的口感 不是我们普通吃菇的那种味道 它有点回甘 在云南我们吃很多油是爆炒的 所以它是比较脆的 这种是比较脆的 我看见是比较脆的 但它的油也有很多 煮饭不同 见手车怎样 见手车好像没有我们导演在云南吃那么脆 不是两种风味 滑点 有点回甘 有点回甘 为什么呢 野生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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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鸡 鸡 鸡 那就还可以 锅子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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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没错 下期女嘉宾 鸡腿太久不好吃 鸡腿不可以一起煮 我们刚刚才放进去 響了才放 很浓郁的烤味 他和平时喝鸡汤 很大分别 少少的鸡汤 不知为何 是特别的 我是第一次喝这种味 有时候在家都用菇煮鸡 但不是在家煮的那种味道 他反而清新一点 有点凉凉的 有点香味 有四种不同的菌 放进去 他放在鼻子里 不是传统的 煮到老火汤的 猪骨味 很清新的 黑虎掌 黑虎掌的口感是一般般的 黑虎掌 最主要是一口通鸡 黑牛筋 口感是挺好的 鹿茸 这个是鹿茸 是 男人都吃的 还有一种 公衡 这个是 美味牛筋 嗯 脆 很脆 口感不是太甜 这个鹿茸 鹿茸 老板都说是吃口感的 哇 很脆 嗯 挺好吃 挺好吃 因为我喜欢吃脆脆的 菇 奇形怪在的 挺有趣 很脆 加一点 薑蒜 很好吃 嗯 这个不错 可以 黑牛肝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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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鹿茸 口感很不错 不论他们的味道 不会太差异 也是差不多 但是 这个是有少少油润的味道 这个是 黑虎掌 老板说口感很普通 就是靠它来提升汤的味道 也是野生的 很爽脆 反而这三只菇 我吃到最浓郁的 我要鸡背 鸡背是我们最喜欢的 可以 皮很爽脆 日子够 这里的新鲜度是有 最初说半只鸡 会卖了半只鸡 再三强调 会不会卖正 老实说不会 只要跳起 这个质地的状态 没得输了 我觉得我都要继续这个汤 这个汤 越煲到最后 越来越浓香 很滋 汤汁还有两碗 不要烤直 有仔细说对男人好理由 辛苦 辛苦 这些真是破坏的 就算了 整个女人回来了 很久没试过 我们可以拍摄 全部吃完 炒饭好吃 汤也好喝 没有阿伦 没有阿伦都吃完 不够吃阿伦 我们看到账单 四百多元 其中最贵的就是建手车 先说建手车 我第一次吃 我分辨不出有景 就是对比 但是导演在云南吃过 他就说差一点点 而且分量不多 100元 我觉得 可以不必要试这个 其他那些 新鲜的放在汤里 汤真的很好喝 而且这个鸡 我们开始觉得 会不会不行 但是都不错 这个炒饭是否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而且这个干身炒得好吃 先25元 不错的 如果我们说不吃建手车 三个人三百多元 一个菌燕 有个鸡有炒饭 已经很不足了